大類裡面考什麼的話 1到5類就考這些 然後呢,後面的話6到9就考這些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裡面到底考的細項的話 可以自己再稍微瞄一下 那至於裡面的題目 剛剛第四類在這裡 第一類,第二,一直類推 然後底下有1到9類 然後解答的話,我也把它放在這裡 當然我只有放1到5類的解答 OK,如果你想要拿 你想要,如果你對這個考試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看看吧 如果有需要的話,你可以再跟我講 那其中的話,我們剛剛的答案有沒有 比如說像第幾類 第四類的話,就在底下 第四類就402,有沒有 不定數的回圈 然後第404,一直類推,底下有答案 那比如說的話,這邊的話像數字反轉 比如404,我這邊再講一下 上面有個範例就是31283 那我需要反轉變382 就是顛倒過來輸出的話 那我應該程式怎麼寫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其實你會發現,寫出來程式只有五行 五行程式而已喔 所以第一個,我先把那個程式先弄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先不要先急著了解這個程式 比如說我剛剛這個題目要我們輸入什麼 輸入叫31283對不對 你就輸入31283 Enter的話就把它顛倒過來輸出 有沒有,變成38213輸出 或者如果你是什麼 98765 那輸出應該是什麼 56789有沒有 那當然呢 這個程式要該如何去解答 其實這個答案只有五行 非常的少 那只是說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就是你要了解幾個地方 就是第一個,因為我們是把這個輸入的文字有沒有 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拆開來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怎麼樣把一個字一個字拆開來 那拆開來之後的話呢,我再倒過來輸出 所以喔,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呢 我把這個字全部輸入到一個變數 比如說A好了 好,那放在A 如果我今天放在A裡面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我這個假設先丟個A的話 那如果說我要取得第一個字的話 那怎麼取第一個字 像那個在Excel裡面的話 有沒有 你可以用laps 或用mid 對不對 那如果說在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取得第一個字的話 記得喔 你要把這個A當成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話呢 它有一個規則喔 就是加一個中瓜糊 這個中瓜糊如果你裡面放個0的話 意思就取得是 如果0的話 就等於得到9啦 OK 如果你裡面輸入1的話 假設這樣喔 這邊是得到9 假設1的話呢 還對 其實有點像正列 然後這邊就是8有沒有 一直到這個的話 5的話是多少 4喔 0、1、2、3 那就取得5 也就是說呢 它的所影值是從0開始喔 不是從1開始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怎麼樣 剛剛好 可以0、1、2、3、4呢 有沒有 然後一個一個輸出之後 重新組合再丟出來 所以喔 我們這個第一個啦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其實這個程式不多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這裡 Range 其實如果RangeOK的話 其他應該都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程式喔 第一個啦 反正是Input 比如我輸入什麼 才能簡單一點啦 98765好了 輸入到A 底下的話 我再增加一個變數S 那我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喔 把這個A裡面的字串喔 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那我要從最尾巴抓 先抓一個串一個 抓一個串一個 先把5抓過來 串在S裡面 再抓6 再抓7 所以我底下的話 可以寫個4回圈 4 I Enrange 特別注意喔 刮鬍之後的話 那我就是要跟他講說 我要一個一個取出那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那裡面的話總共 我應該從尾巴取 那尾巴的話呢 基本上喔 它的 我剛講喔 從0開始 所以它總共五個字 但是尾巴 最後的編號應該是5-1 因為4 所以其實理論上 你這邊應該是從第四個 逗點 到第幾個呢 到第0個對不對 可是問題 你要0 你如果輸入0的話 它變成1停下來 輸入到1嘛對不對 因為0的話是start 所以這邊應該是多少 -1 -1 那豆點 因為要越來越少 所以喔 你這邊如果不輸入 那會出錯 因為它4 如果不輸入第三個數字的話 它就變成跳5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越來越少 4 3 2 1 0 對不對喔 所以應該輸入多少 -1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 跟剛剛也是差不多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那個 越來越少的這種 邏輯概念的話 那這個是寫不出來的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冒號 停止 Enter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 這個從第四個 所以第四個先抓到這個 然後再3 再抓這個 7 8 9 那我要怎麼串呢 就是用S 等於什麼呢 S自己本身 再串接什麼 那個A 中瓜胡的I 這樣就OK了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假如是4的話 他會先 剛剛預設 這個S裡面是空的嘛 所以他就會先抓5 對不對 抓到5之後把它放在S 所以S裡面是5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抓 當I等於3 越來越少 3的話就是6 所以又把6抓過來 串到後面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7 再把7串到後面 有沒有 一直到8 9 那也就全部串完的話 S裡面就放這些了 那我最後只要做一件事 什麼呢 把這個S給什麼 print出去就好了 有沒有 print 然後刮胡 把S輸出就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那個中瓜號是 這個中瓜號指的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另外 要把這個字 因為其實字串本身 它就是一個 串列 它應該要 在 在Python裡面叫串列 我們只是說 如果你今天 要一個一個字 把它取出來的話 那你必須要用中瓜糊 特別注意 所以 如果以後你看到一個 字串變數 後面出現一個中瓜糊的話 表示說 它要取得這一串文字裡面的 第幾個字的意思 那當然如果你用那個VBA的話 要MID 有沒有 MID是哪個字取幾個字的意思 但是在那個 Python裡面就是用中瓜糊來表示 OK 好 那最後我們做出來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 那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輸入什麼 98765 如果可以顛倒輸出的話 那表示OK了 Enter 有沒有 你看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一題邏輯應該蠻簡單的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輸入的字 顛倒過來放 但是喔 可能這個地方喔 我們有一個數字喔 如果今天喔 假如說我執行 我如果不是 因為剛好這邊總共是五個字嘛 可是我今天輸入什麼 9876的話 Enter會怎麼樣 他出錯了 為什麼 這個 這個4 這個4喔 因為 理論上因為剛好五個字的話 那你用4OK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剛好不是五個字 我剛好是四個字 那就不OK了 對 那這個4喔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那個長度是剛好0到4 所以五個字 如果我今天是三個 假如是四個字的話 就0到3 所以這邊可能要變 如果是四個字 這邊可能要變3嘛 對喔 OK 那所以啊 如果我要不能寫固定的話 其實我剛同學講了 就是用LEN就可以了 LEN的話就算 那個A的長度 A裡面有幾個字 那如果今天98765的話 裡面總共有幾個字 5個字嘛 所以5個字喔 但問題我今天要得到4啊 相差多少 差1嘛 所以記得要最後還要做什麼 把它-1 對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喔 這一題的話 就是將來如果你們去參加考試 遇到404這一題 寫這樣子的話 就得分了 OK 啊 底下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更精簡的寫法 你想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再寫更精簡的 就是不要五行 我要三行就完成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喔 你可以把S拿掉 直接輸出就好了 欸你想說S怎麼啦 不過啊 那後面的也是精簡 可是如果你會覺得太精簡 你就是用這個方法就OK 怎麼說呢 意思說我不要喔 我A啊 我可以直接輸出啊 我不用再經過S嘛 所以如果我把S拿掉 會不會有format的問題 欸對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沒有format 你直接輸出的話 你就是這一行也不要 那直接把AI輸出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呢把這一行也拿掉 然後直接按Tab 就是說我一邊輸入一邊輸出 但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98765 Enter 欸對 它會一行一行跳 為什麼 因為printer本身會多加一個Enter 對 所以剛剛不是講過 豆點 end 等於空的 欸這邊多一個符號 好 這樣子執行 98765 Enter OK了 它可以看懂吧 剛剛那個寫法 是說先放在自串裡面 串完之後再輸出 那這個是我直接就是我 馬上回圈怎麼跑 我就一邊一下子直接輸出 那當然兩個方法都可以啦 速度上會有差嗎 當然我們這個速度比較簡單 就是如果你是在一個很大的 速度上面當然是這個一定是比較快的 當然啦 因為它不用再放到那個一個變數裡面暫存 然後再輸出 可是問題跟各位講喔 速度差多少 很小 差大概 兆彎分之一秒吧 不要啦 百萬分之一秒就好了 意思是根本沒感覺啦 因為現在電腦速度快到一個程度啦 所以其實說真的喔 最重要已經不是速度問題了 最重要是怎麼寫 你自己會比較好明白 我覺得那就是最好的寫法了 OK 你不要說那個寫太誇張了 差距太大 那當然就會需要care的 可是喔 如果說真的兩個 兩個你不用care啦 主要是哪個你比較好懂 因為我怕說這個太精簡了 有些人會說 怎麼突然間一串 尤其我發現同學最容易 最容易弄錯 對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有沒有 如果你這些東西都能夠搞懂的話 我覺得喔 應該也沒這麼困難吧 對不對喔 而且我覺得哇 Python好厲害喔 其實沒幹嘛 三行 這樣子把一個問題給搞定了 OK 真的很簡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講的這一題 基本上呢 就是在那個第四類的 第...哪一個 404吧 404這一題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不見得一定要照這個啦 真的要考試啦 如果你練習的話 你可以按照我剛剛的方法 反正98765 顛倒過來變56789 然後你可以再輸入其他數字 如果他可以都可以顛倒的話 那表示是OK的 另外呢 這個解法 當然也不是剛剛的解法1解法2 其實他的解法3解法4喔 解法3的話很妙喔 解法3是用那個 用加減乘除去運算的喔 不是把它當自串喔 差距就更大 解法4的話是用串列 那也又完全不一樣 所以解法真的太多了 是不是說每個你都要懂啦 其實我覺得 當然你可以先把你比較能夠理解的先學會啦 其他的當然有時間的話 你已經都至少一個懂 之後呢如果你還有多餘的力氣的話 你再去了解別的沒關係 那我有在雲端上面喔 放那個參考解答 那個解答每個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喔 OK 所以喔盡量當然可以參考別人的 不過我建議啦 最好的方法是你自己想過 然後你是由你自己想出來那個方法是最好的 因為考試的時候喔 如果是考試喔 你會發現你就會很直覺 馬上可以把答案寫出來 OK這個部分可以先試試看喔 404喔 這個數字反轉判斷喔